没有任务,就没有报仇 我是闪金恋人雪梁 我没钱了,就剩四百多万了 是时候去紫色区发一波财了 水之前先把必定到手的人头拿了 要的就是紫大,不过他这有点少 没关系,机小成多 再杀一个看他多不多 大粗鸟,你当着我的面伏地 是瞧不起我的枪吧,还是以为我是盲人 怎么会是喷嚼子弹呢 一发气歹流尔都没有呢 可能有人会问了 雪梁,你自己怎么不买子弹 我一般就只带高爆 别的子弹每次都是从敌人那儿借 借不来再去超市买 你听,辐射区有人开箱 他子弹肯定多,去把他杀了借点子弹吧 人在图书馆方向 我猜他是个六级套 如此一来,不妨再借点装备 那你什么时候还 什么,借完了怎么还 我凭本事借的,为什么要还 确定了,在图书馆里面 打了这么久,是在打大星星吧 真是浪费我的子弹呀 偷偷摸过去 他出图书馆之时,就是毕命之人 耐心点,你看狮子老虎打猎的时候 不都是偷偷摸摸的吗 来了 红色的盒子,果然没令我失望 四级甲是什么鬼呀 原来是金条啊,这人得多肥啊 加密箱里四个名字吧 他真够奢侈的 用高爆子弹加巧克力 近来一次的成本就得几十万了 话说大家每次都带多少发高爆呢 如果二楼的箱子他还没开 猜猜里面几根金条 金条面前被摸起三脑也算啥呀 给我看 蓝图不错 成丝打大的,饿死点小的 有能带你害死我 哎呦,扛不住了,快溜 外面的箱子都被摊完了 还刷了这么多小怪 真是吃力不讨好 我太难了 本局收益勉勉强强一百万 还不够,再来一次 又是一个很好的出生点 五十三千二十一直奔地铁 这次有同样吃这个宝宝 子弹还得从天上来见 到这儿必须打几把炉弹 那你最容易阴人了 确定没问题就换我在这儿阴着 耐心的 想想打死人之后的情景 六级套是我们的 金条也是我们的 脚不爽,来了 唉,紫光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还用得着自己带子弹吗 杀个人就啥都有了 不然背包也装不下 没想到这么久了信号枪还在 板子也买了 这就准备去开金条了 这里很安静 因为我已经把危险都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这次箱子全是我的 起码也得赚个接近二百万吧 你起码了 nice 开门子 看着 先死 后天 这样的 剧情不对呀 唉,连蓝图都没有 怎么了这是 怕不是到了一个假的辐射去 这一张蓝图到手 我怎么想流泪呢 我吐了 这什么玩意 好,重来一个 按理来说 从哪里有三个 应该都在后面 最危险的地方 他来取过 请问演出的 represent 得上 谁他却喜欢 他得到把爱 但先点了一杯 威斯一酸 他总是 只留下得不好好 行 算你喊 天度应财是吧 一根金条 一张蓝图 紫的一大堆 麻烦问一下 哪个辐射区有我这个穷 等你 简直无力吐槽 才九十万 挑战史上最穷富社区 不服来战